本帥 夢想街57號 世界名酒鉛賞大會開始 首先歡迎各位嘉賓 蔡佳麗 fra我們 世界名酒鉛賞大會的現場 今天座上的嘉賓的話呢 這個來歷都不凡 有媽祖寶的 有洪海鵝的 還有現代的玉女 記者 全部都來了 來到... 克帆你在幹嘛 洪海鵝嗎 你要做法了是不是 媽祖寶 這樣還敢做法 對啊 好 來 我們趕快邀請一下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立芳姐 洪立芳 你好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我發現那個立芳姐的話呢 完全都沒有變 跟媽祖寶那時候看到都一模一樣 媽祖寶那時候還比較胖 現在有減肥一點 有啦 那個照片那邊滿胖的 來 我們看一下媽祖寶 你們用的照片好難看喔 你們沒有跟我講說 要媽祖寶的照片 我那邊有很好看的 我現在幫我拍的 這倒是真的 我送給觀眾都是我先拍的那一張 我發現妳現在 比過去還要再年輕 這張好難看 對 媽祖寶那時候已經演多少了 演... 二十...二十六年前 總共演了幾 演六年 演六年喔 在國內還沒有人破我的紀錄 你看我們的洪師傅一直點頭 說洪師傅 來 我介紹一下洪師傅呢 這個旅居奧地利維也納呢 十四年 你看居然都還看過媽祖寶 當然... 很像奧地利一個媽祖寶耶 沒有...我們有影帶 我們有影帶可以看 你在奧地利看影帶的啊 我們有影帶可以看 而且立芳姐那時候呢 演那個媽祖寶 已經洪遍了兩岸三地 連中國大陸都可以看得到 對 我是台灣 我們第一個到大陸去出外景 就六四天安門事件嘛 六月 我們七月就去出外景 我們是第一個到大陸去出外景的 連續劇 所以那個時候 大陸還派兩個公安 他們說是陪我們啊 其實是派兩個公安人員 監督你們 監督我們 然後一個禮拜都沒有... 電話我們沒有辦法出去 所以我老公那個時候要找我啊 找不到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大哥大 他想打到大陸去啊 那個時候有大哥大了吧 那時候應該二十六年前可能他 大金剛 有 大金剛 黑金剛 黑金剛 對... 不能用 然後呢 他要找我也找不到 後來他就打電話到台視說 組長 我要找我老婆 組長說 不要說你要找你老婆 我們整個公司要找這個團 都找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被...已經被怎麼了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的話呢 其實到對岸去的話 因為兩岸灌字非常的嚴格 所以你光是要聯絡的話 可能都聯絡不到 一個禮拜以後才聯絡 因為我們有一個 中國時報的記者 隨團 我們就說他是秘書 他說隨團發新聞 他也發不出來 沒有辦法傳真 但是後來那個福建的 旅遊促進局的封面 那個雜誌的封面 有用我做封面 他說海峽女神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媽祖寶的那個印象的話 就是猴立方立方姐的那個樣子 媽祖寶就是要長的那個樣子 對 我穿戴好 我到那個魅州島的祖廟 媽祖祖廟去拍的時候 我穿戴好冠衣戴上去 連福建那邊的人都說 你跟媽祖好像喔 沒有 我告訴你 為什麼會這樣子覺得你知道嗎 我有去過那個魅州 媽祖廟那邊 你知道那個魅州那邊的話呢 有一個很大尊的那個石雕的 那個媽祖像有沒有 你們大家仔細去看一下 因為這個媽祖像呢 我懷疑他其實就是按照那個 你那時候的扮演的那個角色 去刻出來的那個樣子 真的喔 就是最大尊的那個樣子 大家仔細去看 因為我去那邊看過 所以我就說這個長的樣子 根本就是台灣的那個 媽祖寶的那個樣子 如果現在立方姐去演的話 她就會刻小尊一點 有沒有 現在瘦多啦 好啦 我們那個紅朋友 現在也變瘦啦 來 張克帆 克帆 謝謝大家... 要講到大陸那更厲害啦 就是在你那之後的三年後 我就跟小虎隊去內地 全部的開演唱會 然後我記得在上海那一站 就厲害了 那時候就接待我們的人 就說克帆啊 這邊有一間房子 很便宜 目前就是正要出售 我說那就是可以買這個產權 他說不是 只能有什麼這個 地上的使用權 我說那要多少錢 他說50萬人民幣 我說50萬 而且還只能有地上使用權 我說不要... 過幾年之後我又回去玩 原來那個地方叫做新天地 你回大了 不過克帆我想問一下 你跟白雲現在誰比較胖 當然白雲胖啦 兩個禮拜我跟白雲 一個多禮拜前我跟白雲上節目 他從130公斤瘦到 那時候量是102 我那時候量94 他只比我胖8公斤 然後他把我上... 就是通告這種襯衫 他套得進去耶 我覺得是一個烏乳 所以這一個禮拜 我每天都吃減肥餐 所以我瘦了5公斤 可是白雲是去做手術喔 他是直接去做手術耶 他是作弊對不對 對 他那個方式是把胃割掉一半 然後他說他這個胃 因為現在只有小小 他吃一點就飽了 但是我跟你講 胃是很有彈性的 你最好就吃少一點 這是我真的可以作證 我昨天才碰到白雲哥 超瘦對不對 沒有 還是你比較瘦 我現在看他還是 克帆哥還是比較瘦 我今天要問瘦的話 那要問楊皓如 皓如歡迎你 對 我昨天看到白雲哥 他好像肚子又有點大起來了 還是你瘦... 馬上腹胖 他也不可以一下送那麼多 沒有到以前那麼誇張 但是好像比上次上節目的時候 又再胖回來了一點 你看 他就是這樣講 我就還是不舒服 因為人跟豬是不能比較 那你自己也要對不對 看我長著 好 首先我們先歡迎這個麗芳姐 麗芳姐今天帶來了三瓶酒 而且麗芳姐的話呢 以前也叫... 現在也還是一樣啦 叫做愛國藝人 對 我就是非常愛國的 我到大陸去喔 我去拍那個妹登峰的廣告 在民國98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導演在北京拍戲 所以我們就到北京去 去當地拍那個廣告 然後我先生有一個朋友 在大陸...在北京很好的朋友 後來他就說 那帶一瓶非常有紀念性的酒給他 他高興得要死 我們E-mail給他說 我們要帶這個總統馬英九 副總統肖萬長那個上任的紀念酒 然後呢 我們就到北京去 那那個朋友就說 他要請我們吃飯 他就請我們在那個天安門 前門的那個全聚德 前門大街 那個全聚德去吃那個烤鴨 然後呢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就這樣提得去 那我們幾個人 這是我們攝影師 然後這就是那個朋友 劉青 我們要送給他 我們在全聚德拍的照片 那我們就...就提得去 就把他這樣子提過去啊 對 因為我已經忘記了 我去的時候我先生說 這個袋子跟這個盒子呢 是可以分開嘛 裡面是個盒子裝的 金裝版 那我先生說 要放好 不然那公安查到會沒收 那我就把這個袋子呢 把它壓起來 放在那個皮箱的那個叉叉裡頭 那這個酒呢 就用衣服 我先生就幫我包包包包包起來 然後過了公安都沒問題啊 然後後來進去以後 那我們說要見面 那我就把它拿出來 然後就請我們攝影師 就這樣提著 我們就走在那個天安門前面 妳好大膽的啊 那我想 沒關係嘛 那個這個酒大家... 妳就這樣子提在身邊這樣子 就這樣子拿著 然後跨過那個天安門廣場這樣子 那全部都解放軍在那邊耶 對 來...你看照片... 她說妳還在這照片 她就是...就是這樣提在手上的 那我們也不曉得就進去了 然後那個...這個劉先生說 大嫂妳就這樣帶來的啊 我說對啊 她說妳剛剛走在那個天安門前面 還好妳沒有被那個公安大審 他們那個...就一個區域... 有那種大審閒來沒事 就是專門來操啊 然後到時候打電話叫公安來啊 她說妳要是被他看到的話 這一瓶就沒收了 她說這個好珍貴喔 我等一下要用個大袋子 把它裝在裡面這樣騎 她說看到這個 因為對中華民國又國旗又總統 那個他們很...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2008年出的 妳看最重要就是說 為什麼要拿這個走在那個 天安門廣場裡面 妳可能會出現問題 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 就職紀念酒耶 對啊 大概只有我一個人這樣子 大搖大白的在公安 在那個什麼天安門前面這樣子 妳真的是冒著生命危險 你知道嗎 因為妳進那個 中國大陸的海關的時候 我曾經看過我前面的那一批 那個台商朋友們 他們要入關的時候 他把他的行李箱打開來 打開來裡面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一本一本的雜誌 然後就是台灣的什麼金週刊 商業週刊那種 結果你知道嗎 因為那一堆的那個雜誌 就是後來那個人被抓進去裡面 去受審 你知道嗎 他說這些雜誌是你不能帶過去 偽禁品 那是偽禁品 對 對… 所以妳要是被查到這個的話 妳搞不好也是被帶進去關 所以我很害怕 我先幫我包裝得很好 但是妳還是把它拿到 天安門廣場裡面走 對 我進去以後我就忘了 我想進去就安了嘛 好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這一瓶酒 其實這一瓶酒的話 它也有故事 包裝非常的漂亮 這是它的一個提帶 然後我們看一下上面的這個文室的話 一樣 金門高梁九十二年的這個教廠 應該是成高了 對 然後上面的話 看這邊 側面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編號 三六七九三 大家有看到 三六應該是三萬六千七百九十三匹 對 應該是這樣 好 然後我們來把它打開來看 我那個時候買好像是三千五 這麼漂亮對不對 對 三千五 三千六 對 沒錯 六千 三千六 三千六 好 來 這瓶酒還滿漂亮的 上面還有一個 這是金裝版 因為那時候那個 這個馬英九總統 當時還沒有當選之前的話 應該是在競選的時候 2007年的時候 曾經到金門那裡 Long Stay 然後Long Stay以後 在那個金門酒廠裡面 好像有一個常駐 所以他在那邊有稍微 親手做了這一些酒 然後聽說金門酒廠那時候 把他做的酒分成兩壇 為什麼 一壇是留在自己當這個正館之寶 然後另外一壇呢 等他那個就職的時候 把他送到總統府去給他 所以當時他釀了兩壇酒 然後也因此有了這一瓶酒的出現 這一瓶酒的話 上面寫2008年一樣 但是他是用一個 這是十二年 十二年的教廠 我們可以把它拿出來嗎 陳水扁的聽說是十年的教廠 對 陳水扁是十年 綠色的 綠色的 一模一樣 但是年份不一樣 較長的年不一樣 這是十二年 那個是十年 不知不覺 這一瓶酒也已經放了幾年 五年的時間了 六年的時間了 來 56度 看一下 好 當時買的話是買三千六 六 定價 他定價就大成三千六 可是我那個朋友 帶去那個劉先生說 這個好珍貴啊 我一定要供在我家裡 他說我絕對不喝 因為在大陸要一萬塊 民國九十八年的時候 我去的時候 人民幣一萬塊嗎 還是台幣一萬塊 人民幣一萬塊 人民幣一萬塊 其實這瓶酒其實剛出來的時候 而且還不容易買到 這瓶酒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像立方姐講的一樣 那時候剛出來的時候 所有的人就已經跑到那個 酒廠裡面或者是販售點那邊 開始大排場樓 開始要去買這瓶酒 為什麼 因為這瓶酒是三千六百塊 但是你買來出來以後 馬上有人轉手 為什麼 大陸人跑來買了 一瓶酒 當時就已經買到五千塊了 台幣喔 人民幣 就等於是兩萬五 在台灣啊 在台灣 你就馬上轉手以後兩萬五 因為所有的人搶著這一瓶酒 我們買了好多瓶 這個要解釋一下 這個是宣傳的手法 這是宣傳喔 騙人打 其實當時真的 這瓶酒很轟動的一個原因是 金門人為了他打架 排隊打架 上新聞 然後出來的時候是外面收六千 台幣六千 你買三千六千就收六千 然後也是搶 搶到最後到機場的時候 有人會跟你兜售是一萬塊 那麼他為什麼去大陸 是五千人民幣 因為他把中華民國 跟總統就職拿掉 就馬英九 宵安場 就職紀念酒 那是玻璃瓶的那一種 沒有...一樣的 也是這種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模一樣的酒 但是這一瓶酒後來 要賣到中國大陸去的關係 所以他把什麼 把原本中華民國 第十二人號上面這個 把它去掉了 總統也去掉了 後來改成什麼 改成馬英九跟宵萬常 就職紀念的酒 所以你大陸的朋友的話 為什麼會很喜歡這一瓶酒 因為在大陸你其實是看不到的 那如果在大陸如果要買的話 買到的可能就是這個馬英九 宵萬常的酒 所以他說找不到這種酒 它要供起來 大陸運很多過去 它像這樣從台灣買到的 運過去是滿多的 但是我們台灣很少人會有這一瓶 是因為太貴了大家買不下去 三千六貴喔 沒有 我說那一瓶 它在大陸賣五千人民幣 這一瓶啦 對 五千人民幣 你這一瓶的話不就更貴了嗎 對 那在大陸 就是這一瓶酒 其實它有一個過程 它曾經我們都叫它雲霄飛車酒 為什麼 因為它出來的時候炒到一萬 然後它是金酒對外的記者會 是宣稱一萬瓶 後來它包財進了十二萬瓶 那麼後來大家買到最後 怎麼會有三萬號 怎麼會有兩萬多號 然後就是問金酒 金酒是說他們每批限量一萬瓶 每批啦 那幾批的是機密 所以後來它就又跌回三千多 從一萬塊又跌回三千多 然後大家一直罵 包括它的玻璃瓶說 限量是八萬瓶 後來做了六十萬瓶 對 追加太多了 追加太多了 就一直做 那時候金酒是一個大崩盤喔 所以你說本來是 你說本來是 那個時候什麼時候 你說本來是一萬瓶 對不對 一萬瓶喔 他是說每批限量一萬瓶 每批 那幾批啊 幾批是機密 沒有 他們是說這個是商業機密 他沒辦法回答你 因為地方姐這邊拿到的號碼 已經到三萬六千多瓶了 對 所以它後來跌到三千多 沒有人買 那還是要感謝大陸 現在已經買到一萬塊了 又回到一萬了 就是他們那邊的價錢 又回到一萬 地方姐 他現在在砍你的價錢 沒有 台幣 台幣一萬塊 我可以賣你啊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每次都要陷在 我們來看一下地方姐 那大陸人明明就跟我講 對啊 是人民幣一萬 而且還不容易買到 人民幣一萬喔 所以地方姐 雇的一個價格的話 這一瓶酒的話 是五萬塊錢 來 我們來看一下老酒靈菇 老酒靈剛剛講了 講了非常多 包含了這是宣傳手法 那個金酒公司不知道出了幾百萬瓶 這個過程其實它都要壓你的價錢 沒有 那它到底要壓到多長 沒有 沒關係 我也不賣就是了 好良心耶 拜訪 好良心一萬 這原來去媽祖的面前酒桌 我就給你騙了 他就是媽祖 你帶他酒桌就可以了 你要那個莫子良心喔 媽祖沒有在這邊 好 來 我們來購一個價格 好 這一個呢是這個 麻鷹酒叫萬祥就職紀念酒 2008年的就職紀念酒 而且是12年的成高喔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錢 一萬塊 台幣 太大喘氣了 沒有...因為這個媽祖沒有... 人家大陸要賣到五萬塊 你騙在這邊購一萬塊 我現在要跟你解釋一下 當時是說一萬坪 所以大家搶 因為追加了 對 大陸就是那時候 真的是喊一萬塊的人民幣這樣賣 因為你在台灣機場那邊 就是在金門機場 你就是有人會跟你兜售 一坪就是一萬 那帶過去大陸 他們是喊一萬 不一定成交是一萬人民幣啦 沒關係啦 我帶給我那個北京的那個劉先生 他去賣給他的朋友 至少賣一萬塊人民幣以上 你再簽名都不值 立方姐 我們收起來 我們改天見到馬英九的時候 叫他幫我們把它簽一下 簽個名 我就不相信這樣子 只有一萬塊 你跟馬總統簽名 以後我跟你講 十萬塊都不值 有啦 我有跟馬... 再付一張 我跟馬總統的合照啦 簽名照 對 兩個握手的合照 你也要再簽一下 對 要再簽一下 那酒的話那價值不少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瓶酒 這一瓶酒的話 那就是黑金剛 經典款 來 這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民國76年的 民國76年 我們可以打開來看 可以... 我們那個時候 我現在買了一箱 一箱 然後後來八十... 八十五年也有 他買的時候就貴了嗎 他買的時候三千五 三千五 就三千五 幾年前啊 76年啊 二十多年前啊 結果八六 九六 二十... 六年 二十六年前 你老公很厲害耶 我老公很愛酒耶 三千六 你老公 酒是他的小三耶 真的還假的 小酒啦 他只喜歡收藏酒 品酒 我每天晚上 如果我做菜的話 他都會看今天是什麼菜 然後我要配什麼酒 什麼酒要配什麼酒杯 他很講究 然後我就會陪他對應 好 老公也是那個 做那個交通檢測儀器 公司的這個執行董事 很厲害 而且呢 不只是收這個金門高僚 而且據說他還會到 國際拍賣公司裡面去拍一些名酒回來 對不對 對 現在還有藏在英國 藏在英國啊 改天能不能把他搬回來 給大家喝一下 我家裡也有 我給他買了一個酒窖 酒窖啊 他還有紅酒 民國十幾年的 192幾年的紅酒 我專門送他一個酒窖 那是我打小麻將 十幾年贏的錢 好厲害 打麻將可以打到買一個酒窖 你看 二十幾年前給他買的那個 二手酒窖就要十萬塊 沒有 你再打下去的話 下次可以買一個酒樁 對 真的 打那麼小的買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金門酒廠76年釀造的 81年12月29號的時候 這個裝瓶的酒 所以這一瓶酒也是層高 而且這一瓶酒的話 保持得非常的好 來 放在酒窖果然不一樣 你看 蒸發的程度你看 還在這個酒井上面 來 三八五 你還買 三八五 三千五還是三百五 三百五 三百五 那時候買三百五 對 八十一年三百五 買那麼便宜啊 它現在還是多少 我們現在還有 大概還有十... 十多瓶 十多瓶 它最多的時候買到一百瓶 現在是準備 送禮啊 或者請客啊 現在是準備把它放起來 還是有機會的話 還是要把它喝掉 不要喝啦 以我的這個金牛座來講 是應該要賣點 其實... 給他喝一瓶啦 你再把它放下去的話 真的搞不好靠這十幾瓶 可以買一個酒子 我要看老師 估多少錢 我再來決定 我們來看一下立芳姐 估這一瓶酒 這一瓶酒的話呢 是兩萬塊錢 您估是估兩萬塊錢 這一瓶酒狀態算不錯 可是真的如果以收藏瓶來講的話 我那邊的水會都到這裡耶 對 沒有 他說你裝的時候就裝這樣 差不多半口酒而已 它會一直降下來 那你是怎麼收的呢 不是 它是沒... 它這個要運氣 就是說你的運氣好 你還對他運氣 我以為對他不是運氣 你運氣也好 剛好就是說 它這樣旋轉的時候 它蓋子比較緊 對 聰明聰明 因為我以前民國六十三年 到京門去落軍的時候 買的那種十瓶子的那個酒 那個會蒸發 放了二、三十年 一搖都已經沒了 深一點點了 因為十瓶都很容易蒸發 對 那為什麼那時候老公的話 會買到這一些酒呢 因為我們有朋友 我們跟軍中 因為他跟軍中的關係很密切 因為有一些軍方 像閃...這個... 將軍內啦 不是 對 將軍內 然後像閃兵什麼 有一些那個跳傘的用具 都是我老公進口的 然後他有很多將軍朋友 那我們跟某一年 前幾屆的金房司令很熟 那他就跟我們講說 你們要買金門酒 大家注意 要買冬天的酒 十二月、一月、二月 真的是這樣嗎 對 因為他金房司令講的 講是冬天釀製的 還是說冬天裝瓶的 冬天釀製的 因為它的氣溫跟它的氣候 溫度跟溫度都非常的適合 非常的好 所以冬天的酒比較甜 然後金門人分到的酒 比賣出來的酒更好喝 那我們又有一個好朋友的女兒 嫁到金門 所以他老公是金門人 經常我們就拖他 一箱一箱一箱幫我們來 可是妳那時候早期 不是也到前線去繞軍嗎 有啊... 那妳沒有帶一些酒回來 對 跟你講就蒸發了 就是帶那種瓷扁的 因為不懂 然後每次都買那種很漂亮很漂亮 知道喔 69年 老實 69年就有成高嗎 不要買持平 6、2、3年就有成高 沒有 6、2、3年是特級高粱 對啦 那時候我帶特級高粱 妳是帶特級高 來 麗芳姐自己哭 哭2萬塊 這瓶酒的話是81年的酒 81年當時買350塊 76年釀的 不得了 然後81年裝品 82年買的 那時候早知道的話 他就買一頭拉股 一整個酒膠全部把它放了 對不對 白衣箱就已經很... 對啊 還買什麼 然後後來我85年的時候 我們又買了好多箱 所以我家最多有100瓶 陳旭是這樣 因為他那時候找人 來家裡打牌 完了妳就吃飯 他贏人家的錢 那人家當然把他的酒喝掉 後來就變成酒窍了 沒有... 他本來有100瓶 後來喝掉80瓶 沒有 我打牌的朋友 都是女生 幾個女生 就是固定的那幾個好朋友 而且打那麼小的牌 誰喝酒 女生沒有人喝酒的啦 因為老公比較聰明 老公那時候就知道要存酒 對 他就一直存 那不像有一些人是存股票 存股票 對 那後來就很慘 你要跟我學 要存酒跟存房子 對 克帆你有買房子啊 房子也有 他房子也有賺 還好...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呢 這個81年的酒 目前市場上達 行情價是多少錢 2萬塊 馬祖選民來 350塊變2萬耶 那我家還有11瓶 11瓶耶 20幾萬 你看光是11瓶酒 那剛剛紅酒老師 那如果192幾年的紅酒 會比這個貴嗎 五大九上的 應該比這個貴很多 那一瓶可能都是十幾萬吧 我家還有 看他是哪一個廠牌的啦 沒關係 林剛姐你們家有對不對 下次把他帶來 那個帶來要很小心喔 對 不要有那個保溫的 保溫的 他帶來就是要請我們大家喝的啦 謝謝... 無所謂啊 不行 沒有... 沒有...這個是一個過程 剛才是馬祖顯靈 下次叫馬祖慈悲啦 沒有 不是我的酒 那是我老公的 好 來 接下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瓶酒 這瓶酒的話是內紀非常有名的一個 酒業公司啦 對 所出產的叫做內餐酒 我們來...老九龍 我們把它打開來 內餐是餐什麼啊 不知道要餐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看裡面是餐什麼 餐酒精還是餐香精 酒鬼啦 酒鬼 這個好像俗名就叫酒鬼 對啊 那酒鬼的話 就是看他要內餐什麼了啦 這個能不能猜啊 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拆開來盒子就壞了耶 來 我們看一下它的外包裝 對 它這個方圍的 大家仔細看一下 我們讓觀眾朋友 看一下這個外包裝 來 你看一下這個外包裝 我覺得它的那個整個外包裝 感覺看起來的話 有點日式的風味耶 對 這個感覺起來的話 有點日式的味道 這個不能猜喔 老公 但是這不能猜 這個一猜就壞掉了 對 它裡面是那個 有點像主板 是什麼...怎麼弄的 楊大哥 楊大哥 可是我們很想喝這瓶酒 我只剩這一瓶了 好 來 下次我去再要一瓶來給妳喝 好 來 這個是 長沙公安廳長所送的 對 這是我們大概 有朋友紀念的意義啦 對 兩年前我們到長沙去玩 到那個張家界啊 那一帶去玩 然後後來那個廳長送我們的 然後這個酒很特別 因為這個酒商的話 其實是非常有名的一個酒商 我們看一下 叫做酒鬼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的 那立方姐妳不要看完 妳看一下那個老酒林 他很不屑的那種味道 沒有... 來 那這個 老酒林 你為什麼有這樣子的表情呢 其實這個酒鬼酒 酒鬼酒的酒呢 有兩瓶非常有名的酒 曾經來過我們的節目現場 一瓶就是酒鬼酒的一個公司 二十年的 叫做酒鬼 就是那瓶酒 就是最典型的那瓶酒 叫做酒鬼 我們把它開來喝 然後另外一瓶呢 那瓶酒多少錢 等一下我們再告訴妳 另外還有一瓶酒呢 來 在這邊 來 給妳看一下 香泉 香泉酒也是他們代表的作品 然後很不幸的 這兩瓶酒被我們開來以後的話 所以在場所有的人品過了以後 都覺得 來 老酒林 給妳說 一槍斃命 但是我們沒有這樣 我們這樣一口就斃命了 是這樣 那這個 大陸酒就是香氣很重 來 我們給大家喝一下 那我們給大家喝一下 這一個香泉酒 這一瓶香泉酒 二十年喔 這一瓶香泉酒有二十年 是 老師帶來的喔 不是 好像聖美 許聖美 可以給你們喝喝它 可以... 好 來 好 這是同一家酒公司 所出產的酒給大家喝一下 二十年的茅台 不是 你一聞就是大陸酒 香泉 就是他們的香味很重 對 我們比較不習慣 對 所以我們讓大家來品一下 該不會是張偉忠老師 一槍斃命的那一瓶太多 我們這邊都不會喝很多的酒 一點點 我們都只有 一口就打叉叉了是不是 所以老師 我們都只有沾一下而已 真的只有一點點 是啊 因為這酒很... 這酒很貴啊 你說這個廠 對 這個廠做的酒 我們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 我們這邊是平... 你們喝過兩次 我們這邊是平均 謝謝 很貴 對 謝謝 好 來 立方姐 您也來 喝一下 老師 我喝過了 我特別給你多一點 我還活著 好 立方... 來 立方姐 喝這樣子就夠了 我還想全喝掉耶 妳不要喝了啦 幹嘛不好啊 來 那個香料酒有一個特質 可是我覺得它甘甜啊 這跟它香料 好像有什麼 塑膠還是... 它後面有點臭臭的一味 沒錯 是不是 有一點那種味道 好 你們把它喝掉以後 你把它甩乾 你把它聞一下杯底的味道 我們那時候喝了這瓶酒以後 我們這樣子 你們不要喝掉也沒關係 來 倒回來 來 倒回來 有點塑膠 你們把它甩一甩 甩一甩以後 塑膠斜的味道 對啊 就是臭臭的 對 還好我沒全喝掉 好 我記得那個 老九臉那時候有講過 一個酒鬼的故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酒鬼有發生過一個事情 就是說它有塑化劑被驗出 而且是超標 超標 很高的超標 那酒鬼酒有一個特質 是它在民國80年到83年的 那一段時間 他們很暢銷 賣得非常好 而且很貴 當時大陸最貴的酒 叫酒鬼五百人民幣 應該是 那時候茅台才一百多塊人民幣 那後來整個酒鬼 就沒有人再喝了 對 它其實酒鬼有一段時間 它其實是非常的頂峰的 可是後來發生了 他們喝完以後 都覺得這個味道其實有點怪 然後後來去驗了以後 才發現說它其實是 有塑化劑的感覺 那它後來會不會改過了 現在的酒就比較好 改過 我在節目上有講 有人那個抽菸改抽雪茄 那也叫改過 對 來 你聞 對嘛 就有那個塑膠橡皮的味道 我們給洪老師你聞一下 來 大家都聞一下 講一下那個味道 那個味道 我真的沒有辦法形容 真的是很臭的味道 那我現在跟各位解釋一下 如果它是塑膠鞋底的味道 對啊 對... 它如果說不加香料 能做出這樣的酒 那我說它厲害 要不要開了 要先看喔 這個就是視覺有沒有 視覺以後 然後有香氣出來 這個就是嗅覺 然後你喝下去 它還有味覺 這三覺加起來 你還有感覺 克帆 這一定會賺錢的 這真的是…